不知道大家吃过这种散阳的野山鸡没有 这种野山鸡完全没有野生的野鸡的那种野山味 而且鸡肉的鲜香味绝对不是一般的家鸡能比的 那今天我就来做一道小炒野山鸡送给大家 这里讲一下 通常散阳的野山鸡油脂比较多 所以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把鸡油去除了 否则菜太油腻 去除的鸡油用来炒菜也非常香 下来先把它剁成纸边大小的小块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 也比较入味 还是老流程 第一步加盐和料酒进去抓匀腌制一会儿 再把鸡块用清水反复充气几遍后 像这样用力把鸡肉中残余的血水全部挤压出来 这样可以进一步去腥 另外只有挤出了水分才能重新吸入料汁 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下来在鸡块中加盐 酱油 料酒 胡椒 和几块拍烂的葱姜进去 按压出葱姜汁后 反复抓拌让鸡肉重新吸收汁水 腌制20分钟 然后剪出掉葱姜不用 标准流程一定要牢记 下来准备点配菜和料头 青椒和小米辣斜刀切成片 姜切小片 纸浆切成细一点的丝 大葱切成麻叶葱 再拍几个大蒜出来就可以了 下来把锅烧热了下油 再加点猪油进去生香 大火七成油温撒上几颗红花椒后 快速倒入鸡肉下去煸炒 一直不停煸炒到刚刚没有水汽后 下入青花椒 干辣椒结 姜片和三分之一的葱蒜 进去爆出香味来 然后再加一小勺皮鲜豆瓣 和瓷发辣椒 炒出香味和红亮的汤色 炒香后倒入半瓶啤酒 增加啤酒花的香味后 再加适量的水开始调味 加姜油蒸香 白糖提鲜和胡椒提味后 把汤汁烧开 因为不是纸鸡 所以要想趴软入味 必须汤汁烧开后改成中小火烧一会儿 20分钟左右 现在开盖改成大火 依次倒入葱蒜 鲜青花椒和小米辣 推匀一分钟 然后加味精调味后 下入青椒推匀 再下入纸浆汁 推匀后把汁收一下 最后锅边铺入成素 激发出最后的香味后 关火起锅 这样一道 用野山鸡做出来的小炒鸡 鸡肉确实要比普通鸡肉鲜美很多 不管用来下饭还是下酒 简直八十惨咯 如果喜欢这道小炒野山鸡 您愿意为它点个赞吗 感谢关注 我是南希 一个爱做饭的男人